看这个女孩,将手伸进庸人嘴里一股乱扣,接着又把手放进自己嘴里啃咬,一压压半天却说不出话。 不认前的卷祖差点被她用剪刀弄伤,即使是母亲的安抚,也丝毫不起作用,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往她嘴里塞一颗糖。 不难看出,女孩实际上是个聋哑人,她就是大家熟悉的海伦凯勒,看不见,听不到,说不出。 她对世界的大部分认知都靠感觉,从小的残疾让海伦信心怪异,她脾气非常暴躁,经常摔到家里所有的东西,吃饭只用手抓,动不动就在地上撒泼打滚。 再加上父母的溺爱,让海伦像一枝乱窜的猴子,每次这种时候,父母就会往她嘴里塞一颗糖,安抚她的情绪,求得片刻的安宁。 直到这一天,一个不注意,海伦将强保中的弟弟掀翻,一家人惊吓之余,父亲终于决定要将她送去疗养院。 但她实在无法再容忍,家里有个像疯子一样的女儿,可母亲却舍不得。 最后,父亲俩想了个折衷的办法,为海伦请来一位家庭教师,沙利文老师。 这位老师有点奇怪,她总不摘下自己的墨镜,因为她接受不了阳光的刺激。 从小到大,她的眼睛做过九次手术,也差点变成瞎子。 沙利文老师来的第一天,故意加重了脚步,并将箱子重重地放下。 感知到脚下传来的震动,海伦果然被吸引过来。 她抱着箱子拼命推葬,老师想帮她,却被她一把甩开。 试图用手语和她交流,她也根本不会配合。 海伦的情况,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。 进到屋子之后,海伦将她的行李一件件扔了出来。 最后,找到了她带来的礼物,养娃娃。 海伦安心地将娃娃抱在怀里。 沙利文老师这次,赶紧用手笔画着,教她养娃娃怎么写。 没想到,海伦一遍就学会了,老师欣喜若狂,可海伦却安静不了几分钟。 为了让她配合,老师取出一小袋蛋糕,用香味吸引海伦的注意。 她喂给海伦一块蛋糕,同时在她手里笔画蛋糕的单词。 海伦迅速学会。 这时,老师再给她一块蛋糕作为奖励,同时让她明白,自己刚刚笔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 可没过一会儿,海伦就不耐烦了,因为行动受到了限制。 所以,她拎起娃娃就打了沙利文老师的鼻子,然后摸摸索索地离开了房间,并将房门反锁,还拿走了钥匙。 等老师好不容易翻窗出来后,发现这个小丫头骗子正在藏钥匙。 到了晚上,老师记录着当天的教学情况,调皮的海伦故意将墨水弄倒,老师立刻把海伦的手按在墨水上,同时教她墨水的拼写。 海伦又拿起钢笔,老师便在她手上笔画钢笔的单词,可海伦一不小心刺伤了自己的手, 疼痛让她顿时烦躁起来,抓起桌上的花瓶就刷了个粉碎,还把老师的手也刺伤了。 而这一幕正好被海伦的妈妈看到,她试图拉走海伦,海伦情绪失控,拼命挣扎。 这时,妈妈掏出一颗糖塞进海伦嘴里,老师却不理解了。 多灾多难的第一天终于过去,可第二天来临的时候,吃饭又成了一场新的战争。 海伦直接用手,抓着每个人盘里的食物,一家人对此早已习惯。 沙利文老师却认为,不能这样纵容海伦,他使劲按住海伦的手,一旁的父母立刻心疼起来,命令老师赶紧放手。 老师却坚持自己的教育方式,还将所有人都赶出了餐厅,打算好好会一会这个任性的孩子。 小孩子赖在地上打滚,觉得很快就会有人来安抚他,可一旁的老师自顾自得吃着早餐。 见没人理他,海伦试图推沙利文老师的椅子,还是没有反应。 他一把掐住老师的大腿,掐完了大腿又掐胳膊,老师拼命拽住他,他甩手就给了老师一巴掌,老师也不惯着他,立刻还了他一巴掌。 第一次被打的海伦都会气懵了,立刻又给了老师一巴掌,两人就这样互不相让,扇了无数个来回。 海伦终于有点害怕了,擦着自己的脸蛋想找妈妈,可妈妈没有来,他摸索一圈才发现,父母早已不在这里。 海伦攒了所有东西,拼命地拍门想逃出去,可老师不会轻易放过他,他将海伦按在桌上,可海伦转眼就逃跑了,老师再次将他抓回来,海伦再跑,老师再抓,即使想躲到桌子底下,老师也会将他拖出来。 几个回合下来,两人终于都累了,这时,老师正是开始教他手勺子, 可海伦还是习惯用手去抓,老师再次将勺子塞进他手里,他一把将勺子扔到一边,老师重新捡回来,他又一次扔出去。 这时,老师抱着他一起去捡地上的勺子,捡回来还是扔出去,并且死死拽住椅子,不让老师再把他抱起来。 于是,老师拿了无数只勺子,一遍一遍重复着咬食物,然后放进嘴里的动作,试图让海伦意识到,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用餐具。 很久之后,老师终于成功地用勺子喂了海伦一口食物。 两人弄得狼狈不堪,可他还是再次为了海伦食物。 这一次,海伦嚼着嘴里的食物,似乎终于明白了。 一顿早餐,从上午交到中午,午餐即将开始的时候,海伦糟糕糕地从餐厅跑出来,躲在花盆后面瑟瑟发抖。 母亲见死,心疼地抱着女儿,不知道老师怎么折磨了她。 接着,沙利文老师也脏兮兮地出来了。 那一刻,海伦母亲流下了欣慰的泪水,她的孩子不是笨蛋,只是不会说话。 可到了晚上,海伦父亲却对老师的教育方式颇有微词,她打算辞掉沙利文。 幸好海伦的母亲执意留下她,于是父亲决定再给她两周的时间。 而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,她要将海伦带的仓库和她同吃同住。 离开了父母的溺爱,她才能更好地教育海伦。 于是第二天,父母特意乘着马车在花园里多逛了几圈,让海伦误以为自己已经离家很远。 有了前一次的经历,海伦对沙利文老师避之不及, 陌生的地方,讨厌的人,让海伦瞬间失控,弄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停歇。 到了晚上,海伦躲在床底下,老师灵机一动,找了海伦熟悉的小庸人,让她将海伦引诱出来。 之后,她故意开始将小庸人笔划手语。 见大家都不理她,海伦一下子好奇了,感觉到老师在将小庸人之后, 他立马就嫉妒了,将小庸人一把掀开,然后将老师的手放到自己手上。 老师非常开心,这个方法对海伦起了作用。 于是她趁机告诉海伦,牛奶这个单词怎么写。 等海伦学会后,她立马递上一杯牛奶。 这样,海伦就能将刚刚学到的单词与食物对应起来。 喝了牛奶的海伦终于平静下来,乖乖去睡觉了。 从那天之后,沙利文老师便带着海伦出门,让她感受自然界的每一样东西。 老师带海伦来到一处烟草地,让她去摸去闻每一种花, 然后在她的手心,笔划出鲜花的单词。 海伦摸到叶子,老师就笔划出叶子。 海伦摸到水,老师就教她水怎么写。 可是,水这种东西,对海伦来说,却太过抽象了。 即使老师教了很多次,她还是将水写成苹果,或者其他单词。 两周快要过去的时候,母亲来看望海伦,她简直不敢相信。 那只野猴子般的女孩,现在顿顿正正地坐在桌前, 用勺子认真地吃饭,就像个真正的淑女一样。 沙利文想她争取更多的时间,可对海伦的思念却让她拒绝了沙利文的请求。 因此,沙利文只能在最后的时间里,尽可能地教海伦认识更多的东西。 两周的时间很快就到了,父亲来亲海伦,并给她带来一只大狗狗作为礼物。 沙利文再次尝试着争取更多的时间,只要她教会海伦一个单词, 她就有信心教会海伦认识所有的一切,可父亲终究没有同意, 家人都十分思念海伦,她不可能让海伦一直跟着沙利文。 临走的时候,海伦摸着大狗狗,又拼错了水的单词, 老师还想教她更多更多,椅子,餐巾,脸,眼泪,她最终哭了出来。 回去之后,父母为海伦准备了盛宴,可回到父母怀抱的海伦又开始任性了, 她将兄姐的围兜扔到地上,老师替她捡起来,她再次扔到地上。 老师拿走了海伦的食物,海伦踢着桌子表示抗议, 许久未见海伦的母亲心疼了,可老师却坚持要将海伦带离餐厅。 父亲固执地将海伦留了下来,海伦却变本加厉,扔了餐具,丢了围兜, 甚至又开始用手抓食物。 老师按着她的手,一个叫地在她手心比划着,别这样做。 海伦气得将水泼到老师脸上,老师夹起海伦,就将她带到了室外, 要让她将泼掉的水重新装满。 他一个叫让海伦压着水泵,然后将她的手放到水流下方, 水流过海伦的指缝,他好像终于知道了水是什么感觉。 老师见此,继续拼命按压水泵, 让更多的水涌向海伦的指尖,让海伦真正明白水是什么。 这时,她张着嘴,咿咿咿咿的想喊出水这个词。 海伦终于露出了笑脸,可老师似乎比她还要开心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影片根据海伦凯乐的真实经历改编。 沙利文老师在余生中,一直担任着海伦的老师。 她与海伦而言,就像一把钥匙,开启了海伦全新的人生, 让海伦成了一名作家,甚至获得了总统自由寻章。 而海伦也多次在作品中,表达了对沙利文老师的感谢。 如果大家感兴趣,可以去看看原片哦。